众所周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 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大战 在这场矿日持久的战斗中 不知道多少人牺牲了生命 而在各地的战场上 因为战争因素的催动 也相继出现了很多奇葩式的武器 不过要说二战最为奇葩的武器 还要数球星坦克 这玩意儿几乎颠覆了坦克有史以来的外星 而他也是战斗力超强 敌军根本拦截不了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奇葩坦克究竟有多强 现在仅存下来的球星坦克 被展示在莫斯科外的 口边卡坦克博物馆供人参观 其中这款奇葩坦克 并不是追求暴力的老毛子研发的 而是当初在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打在日本关东军没有脾气的时候缴获的 也就是说这玩意儿 其实是日本这个国家弄出来的 日本人在研发出这款武器之后 并没有把它投入正面战场 而是用它当作侦查车 球型侦查坦克 也可以称之为单兵装甲车 它的体积并不大 隐蔽性非常好 而且它速度超快 在关键时刻还可以滚动前行 几乎可以应对所有的地形 据当时苏联发现这个玩意儿的时候 便触动了士兵和装甲车进行拦截 但根本追不上它 拦截失败后 苏联士兵步现了陷阵 才最终缴获了这款历史上最为奇葩的坦克 不过现在关于这个坦克到底存在与否 还存在争议 因为有很多人认为 这不过是日本人原来迷惑敌人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这家伙算是最为奇葩的了